你信命吗 我给你看了风水之后 刚开始你好像对风水半信半疑 我觉得 没有信一直信 但你告诉我不好的时候 我又心存侥幸 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好 是也许在我这 也许会有一个魄力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特别的机缘的出现 可能我会把这个不好给破掉 最早十多年前 你请我给你在成都 看的那套房 我当时让你搬家 你当时迟迟不搬 你住成都没有看两套房 对 你住成都那个房子 我给你看的这房子 我让你卖掉 让你搬掉 哪怕去租房 你也要离开这房子 还是出于各种原因 没搬成 或者说你没搬 也没卖 结果发生了一些 很多不好的事 你觉得是不是风水造成的 风水肯定有造成的一些原因 但有些定数 躲不开的定数 你说到了定数 在三四年间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 但最不好的事情还是在 第二套房 第二套房我也没让你住 第二套房 前后大概就是从装修好 到卖掉大概十年 你的那个成都那第二套房 我也不让你住 让你出去住 搬出去 但是你没搬 我搬了 我搬了两次 我出去住了两次 但是都是因为一些原因 我又回到 你搬出去两次 结果又搬回来了 搬回来了 所以可能这是定数 真是奇妙 受到的一些折磨 经历过的事情 可能真的就躲不开的定数 看来现在你很认命咯 可能就第一次您跟我看风水的时候 我还心存那种侥幸 为我来说如果就是再有什么不好的预言或者是有一些忠告的话 我肯定会全部的接受 不会再去觉得我有什么特殊的能量去挑战 你可能有这么一种心理 你跟很多人一样 就是说只想听到好的话 不想听到不好的结论 比如说你让我给你看房子的风水 你愿意听到说好话 但是我一说这房子有问题 不让你住 你心里其实你的潜意识是排斥的 就是我讲的侥幸和也许就是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奇迹的发生在我身上怎么样 因为我想普通人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么样的心理 为什么 毕竟现在大家就是买一套房子不容易 装修出来一套房子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花了那么多钱之后 当就是您告诉我要搬出去 要彻底的来改变这个风水的话 我又面临到去买房去装修去怎么样 对于普通人来说 太难了 成本太高 而且要换一个风水先生 他就会让你摆一些小物件 比如说很多人在家里边摆个什么皮修啊 麒麟啊 摆个什么铜钱啊 什么八卦镜啊 或者摆个什么狮子 就是说一般人他吃这套 但是呢 这就跟身体上的疾病一样 有的病是很难治的 有的病发烧感冒很好治 所以越往后面走 我就越觉得就是 当初您说的一句话是很对的 就是先天不足的条都没有办法调和的 如果是遇到先天不足的房子 最好还是能够能够能够住 走不住 它可以避免很多东西 你提到了先天和后天 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有的房子啊 先天就不好 但是呢 不幸你买到了 你比如说你请到了我 我一看他房子就不能住 但是你说我怎么跟你说 我如果跟你说真话 我们05 06年认识 距今今年是2023年 那也都17年了 我当初我让你搬出去 我是跟你说真话 也是说的是大实话 但是呢 很残酷 很残忍 但是呢 你肯定是 其实心里是抵触和排斥的 甚至你认为 自己的力量可能能扭转 不抵触 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不是抵触 是因为我确实就是 作为一个朋友 太难了 这么大的一笔金钱的付出 然后彻底的放弃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抉择 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嘛 就总觉得 那我砍一砍 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奇迹的发生 但就是 确实就是经历这么多之后 真的可能我会去放弃 现在你不敢跟命运较劲了 是吧 绝对不要跟命运较劲 是你从成都跑到北京办事 在我这儿 咱们还能再次相见 谋留这个事 回忆一下 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那时候你意气风发呀 我刚认识你那时候还心思还飘着呢 因为你告诉我这个有这个不足 我就还觉得也许就是 老天会对我网开一面 我在我这儿有一个什么转机 或者有一个什么奇迹的出现 你那时候心有点飘着 所以说那时候你对我的风水忠告 你也听不下去 年轻嘛 年轻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我见着你吧 有点沉稳了 就是不像原来那么飘了 现在你沉稳多了 因为年纪大了 才四十多岁 可是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也才三日出头吧 洗尽千华 不是 然后您认识我的时候 我体重才一百二十斤 我现在体重一百六十斤 大概就成本了 一切都是定数